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到底是哪些人呢 那么现在就传出 即将要接任格魁的 他就是卓榕泰 之前被归是这个叫做谢系 但他之前是赖内阁的 行政院的秘书长 因此两个人过去 曾经是有渊源的 即将要来出任格魁 而赴格魁的人选 据传是和蔡英文关系 非常良好的郑力军 那么他也曾经是赖清德 国政顾问团的召集人 甚至据说这次的交接 也陪同在这个赖清德的身边 另外呢也传出说 这个国发会主委公明星呢 可能要接任的是 行政院的秘书长 而和赖清德 秦农兄弟的潘梦安 离开了这个县府之后呢 他就一直跟在赖清德身边 担任他的竞选总干事 他们同样都是新潮流系的 那么就认为说 可能会去接总统府的秘书长 但匪夷所思的是 很多人呢看到这些报道 就发现有两个人的名字 怎么没出现呢 那就是林佳龙跟郑文灿 看起来目前为止 到底是这个媒体掌握的消息 不够完全吗 还是说确实是 已经没有位置分给他们的呢 难道龙灿真的都已经出局了吗 传出的这份名单呢 这个据说是有 跳脱派系共治的一个味道 但是不管是竹荣泰 还是郑立军呢 其实也都算是 民进党内的 这个政府的老面孔了 赖清德作为一个少数总统 像这样的人士安排着新内阁 能够贯彻赖清德的意志吗 因为英系的人也蛮多的 那蔡英文的第一个内阁定位 叫做财经内阁 当时的苏贞昌自诩 他是战斗内阁 而陈建仁则定调是温暖内阁 好了 那如果现在要由竹荣泰 来组赖清德的第一个内阁 到底要怎么样来定义这个内阁团队呢 立文怎么看 我想因为是自由时报的关系啦 所以我想消息应该有非常高度的可信度 而且离着正式宣布礼拜五的时间 也没有剩下两三天的时间 如果这两三天出现变化 不是佐隆泰的话 那佐隆泰也太倒霉了吧 被人家这样吃豆腐 我想应该是八九不离十啦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内阁名单呢 有三大特色 第一大特色就是完完全全 尊重美方的意思 那么这个东西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 这一次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 就是赖清德选上了总统之后呢 异常的低调 一直到现在离五二零 只剩下一个半月的时间呢 才传出新的隔魁是谁 那过去呢 事实上都是早就已经决定隔魁 然后开始组隔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就先决定了总统决定的部分 就是国防外交 这个两岸的这种国安团队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隔魁 副隔魁的人选 那这个部分呢 我觉得表示说 赖清德格外的小心 他除了尊重蔡英文之外 他更尊重美国 所以在罗森伯格来台湾之后 我认为是得到了 美国人的认可以后 他才宣布这个名单 那主要就是展现 对美国的中心耿耿 而且呢 不会在这方向呢 变成是一个自走炮啊 会突锤啊 会让美国出乎意料的 任何不在意料范围之内的行为 他都会避免 而具体的展现 就是沿用了蔡英文的国安团队 蔡英文的国安团队 虽然就像大风吹一样啊 国安会秘书长变成 这个国防部长啊 外交部长变成国安会秘书长 基本上就是同一般的人马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确保美国的意志 可以百分之百的得到贯彻 绝对不会突锤走钟 那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最大的特色 这也是为什么 一个毫无任何国安背景 专专业的顾力雄 却可以每个位置 他什么位置都能够坐 因为只有一点就是 美国人信任他就够了 那大家都知道 台湾的国安首长 必须要美国华府点头 才有可能被任用的 好 那第二大特色呢 就是完全展现跟落实 赖清德百分之百的意志 赖清德要让整个台湾的 宪政的运作朝向总统制的方向 而不再像过去 内阁制要尊重国会啊 甚至于大家吵了半天 对于总统这个权食不服的部分 怎么办 是不是让格魁恢复国会同意权 就这个部分 以一个身为所谓少数当选的赖清德 他选择了透过实际的运作 让他变成总统制 所以呢 总统制的国家 就没有在乎说 你国会的多数是谁 当然实际上 还是会有运作上面的问题 必须要强化沟通 但赖清德呢 他任用卓榮泰 第一个 卓榮泰他的性格非常的温和 基本上就是人人好 人缘很好 然后他过去呢 在政治上面 没有什么过激的言行 是一个温和派的一个政治人物 那么在赖清德 担任行政院长的时候 卓榮泰是他的秘书长 想必当时合作非常的愉快 所以后来 卓榮泰也在他们的支持底下 选上了民进党党主席 而且在民进党党主席任内 面对来自蔡英文庞大的压力 几乎是要没收总统的初选 一定要让当时 衰到不行跌到谷底的蔡英文能够由黑翻红 最后蔡英文果然还是赢得了初选 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 赖清德非常感念 卓榮泰尽量地维持了中立的立场 维护了赖清德的立场 所以我觉得赖清德有恩必报 然后信任卓榮泰 然后呢 卓榮泰过去曾经也是有过行政院的经验 有秘书长的经验 最后就是我刚刚讲的 更重要的是 他需要的一个是百分之百听话配合 那么未来我们的整个政府的内阁 就会不会再像之前 蔡英文在执政的时候 即便是一个强势的 在选票上国会上强势的总统 却还不时地传出说 他被苏贞昌遮轴 被苏贞昌威胁 被苏贞昌给怎么样怎么样 那现在这个赖清德 他会做一个百分之百贯彻 他政治意志的总统 所以隔魁是卓榮泰 我刚刚说的多方的考量 副隔魁是郑立军 郑立军当年也因为这样子 离开了蔡英文的内阁 所以不管苏贞昌怎么留 郑立军都非走不可 他其实也公开表态了 在四年前的时候 选择了赖清德这一边 大家不要忘记 所以或许很多人不知道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这一次赖清德重新 就是说不是重新啦 他拿到了党权 又拿到了政权的时候 第三个特色 就是野百合世代 将会成为赖清德主政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力量 就是整个班师回朝 有部分野百合世代 受到了蔡英文的重用 但也有部分的 很多的野百合世代 以罗文家为首 然后当时郑立军也是其中之一 罗文家当时是卓榮泰的秘书长 所以在蔡英文跟赖清德 最重要的政治斗争的过程里面 他们当时选择了赖清德 所以在这一次去年的总统大选 赖清德就变成 主要就靠这股力量在支持他 那当时的郑立军 就是负责赖清德 未来上台的所有政策白皮书 他所有的政策 由他来掌握 所以这次就由郑立军 来担任傅格魁 可想而知的是 相关的这个野百合世代 会全部通通班师回朝 变成赖清德所重用的 所以刚刚我说的 这三大特色 大概是目前可以看得出来 赖清德主要组阁的 三个主要的思考逻辑 看起来会是一个 能够贯彻赖清德意志的 一个内阁吗 不过现在不止赖清德 服务养党三巨头的人士 浮出台面 那么就像刚刚立文姐说的 其实国安的团队 现在也据说 就是要留任蔡英文的原班人马 包括了看到了 这个国安会的秘书长 顾立雄 传出他就要来接任 国防部长了 而外交部长吴钊燮 则是要升任 国安会的秘书长 可是大家都想问的是 他不是才在任内 断交了八个国家吗 怎么现在要变成 国安会的秘书长了呢 蔡明燕国安局长 则是传出要会继续留任 在他的原本的位置上 那么顾立雄 大家也觉得非常吃惊 那当然了 因为他跟他的太太王美花 都是蔡总统的爱将 但他是法律出身的 但是好像什么都能够做 所以现在连国防部长 都非他不可了吗 所以当然大家就很多的疑问 退役的少将栗正杰就问说 邱国阵每天都进 恒山指挥所的 不是去聊天逛街 是去看敌军跟我军的动态 如果离军来犯的话 到底要用什么武器 跟方式来应对呢 我们每个部队的战力 到底有多少 哪个指挥官适合来打防御作战 或是攻击作战呢 要做人事的安排调配 那顾立雄真的懂吗 对军中有接触吗 他如果当国防部长的话 他认为会不会很快就武统了呢 栗正杰非常担心 好 立委徐晓星则说 过去多次传出顾立雄 要接国防部长 可是他过强的台独意识形态 导致于最后都没有能够通过 现在又传出要当国防部长了 显示赖清德根本没有人可以走了吗 他说两岸势必会更紧张 军队管理恐怕更加涣散 而施政重心会摆在军构上 对于中华民国来说 绝对是坏事中的坏事 许晓星就认为 如果顾立雄真的接国防部长 表示赖清德身边跟没人了 而栗正杰将军更质疑 如果顾立雄连将领都不认识 部队的战力也搞不清楚 他到底该怎么调兵遣将呢 盛丰老师怎么看 这样你要说蜀中吴大将 料化作先锋 那现在看起来 这个是化料作先锋 我不是我练作 因为连料化都找不到 两岸目前的情况是兵凶仗尾之际 两岸是处于非常紧张的对峙 这个不是我们在畅衰 也不是我们在恐吓 基本上是国际的共识 甚至美国也是认为是如此 这个时候我们的国安部长 也就是国安会的秘书长 这两个位置是何其的重要 但是现在找了谁去 第一个找了吴钊燮 那个寄机械 要去当国安会秘书长 希望这是假的 真的希望是假的 以他干外交干成今天这个样子 要去干国安会秘书长 我干我们那个国不安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你前面都没有干好 你后面怎么会干得好呢 因为国安会相当大的一个程度 是要有国际性的操作在里面 因为情报的关系嘛 跟外交部的工作 有某种程度的重叠 那么这个重叠的部分 你都干不好 那个更大的部分 你怎么会干得好呢 我想不懂 假的又懂的话 只有一个他懂得拍马屁 一路拍拍拍拍拍 所以我们现在将来这个内阁 可以叫做马屁内阁 我看还比较恰当一点 至于顾立雄也是一样 国防 我们的国防部长 跟其他的国家不太一样 其他的国家可以文人当国防部长 因为他的军队 是完全的中立性的一个运作 可是我们几十年 他已经建立了一个惯例 包括美国这样子的 文人指挥军队的国家里 他也是相当多的时候 是五人来担 金人来当国防部长 像现在奥星就是一个金人来担任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我也找不出顾立雄 他来当国防部长 假如他真的是的话 那我就想不通 是什么样的原因 是因为他跟金方有渊源 几个例子 当时陈里安也当过国防部长 可是各位都晓得 陈里安的令尊都沉沉 跟金方之间的关系 那还有一定的 被人在这里 那我就想不通 顾立雄跟金方有什么关系 同样的受黄埔教育的金方 不是每一个人都像宜中基 或是宜北辰奈那种后设 基本上还是栗战出这种后 这种将领才是战斗术 那两个完全不一样的 意识形态的两群人要怎么去指挥 这是心理层面 那再从实务层面 就是这样 我每天要进恒山指挥手 很抱歉 顾立雄先生 你那个图看得懂吗 那个指挥作战图你了解吗 那个兵力不实的安排 最后你只是能听人家的 你完全没有独断的能力 你没有决策的能力 你没有判断的能力 请各位想想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在处于兵凶战围的两岸 我们处于整个的国际情势 对台湾极为不利的情况 我们用了这两个哼哈恶将 真的化料要做先弄 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所以我只拜托 这个传论是假的 好 拜托 拜托 这个传论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 应该不会是真的 假如说真的 那是我们灾难的开端 所以巧新委员说 是坏事中的坏事吗 好 顾立雄传出 要接国防部长 引来这么多反弹的声浪 最主要就是因为 顾立雄和他的太太 王美花都非常专业 什么专业 法律专业呀 但这一家人一路管了金管 管了经济 还有情治国安等等 到底是顾立雄 他们一家人都是十项全能呢 还是就是因为顾立雄 王美花都是蔡英文眼前的红人 所以只要陈锋喜欢做什么都好吗 还是难道民进党觉得国防部长 其实不需要懂军事 反正只要出事的时候 就把参谋总统长推上去指挥就可以了呢 董哥怎么看 因为最主要就是蔡英文非常喜欢顾立雄 那爱屋即乎就爱上了王美花 其实最主要这样 要不然王美花过去什么经历呢 他从台大法力去毕业 然后进入政务工作 他当到陈水扁当总统卸任 他才只是制裁级的副局长 十二指等 结果马上就当总统 把他升为局长 那大家可以看到 后来就一帆风顺 就变经济部的次长 然后就变部长 他过去 所以他其实是被马航九提拔的 要不然他过去在制裁局 是没有人认识他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 顾立雄为什么这么受喜欢呢 因为他是台湾最会打官司的 就是几乎 所有人都 所有的案子他都敢接 而且他几乎也常常打赢 那譬如说胡瓜的案子 胡瓜过去有大麻烟的案子 那时候顾立雄就是接的 那赵建明的台开案不用讲 陈水扁的狗交易的益审也是他打的 李秀莲告辛辛文的 嘿嘿嘿也是他打的 你就知道 他什么都能打 那大家可以看到 他这样的才能被蔡英文很欣赏 我也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呢 因为2016年他当了民进党的部分区立委 这结果蔡英文520上任 他的部分区立委是21号上任 他马上开始推波助篮去做什么呢 做党产会 所以把国民党清算了 把民进党最主要的对手财产封存了 那在立法院通过这个法例以后 他就接第一任的党管会主委 就开始了所有的手段 那这个做完了又就去接金管会 掌控了国内所有银行的金脉 然后再去当国安会秘书长 蔡英文第一任还不到四年 他已经做了上一个重要的职务了 那当然了可以看到他受他的医重 那这次可以看到他要接国防部长 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安全的牌 就是说反正我就是爱卿德就是蔡英文的人马 我暂时先用 这个暂时先用其实就是让美国人放心一下 但是我觉得这个内阁不会久 这个就是一个比较过度的 那当然啦 顾立雄有什么才能呢 没有 我老实际上就是主要就是法力 法力很会打吗 我也跟他打过官司 我也没有输啊 各位是不是 但是他会怎么样呢 我觉得他过去掌握了一堆人脉 然后最主要就是因为他在国安会的秘书长 跟美国的关系建立得非常好 那我们买非常多美国的武器 那美国叫我们干嘛 我们就干嘛 譬如讲这几天本来要实弹 对准中国大陆来开战 美国说不准 我们马上乖乖的就不准 大家可以看到 原来在金门是要实弹演习的 那这些所有对美国言听计从 放弃自己的主体性 对美国人来讲是很放心的 那他也在这一部分 让蔡英文觉得说 至少我们能够巴着美国 让我们的每次选举都能够胜利 这一招其实也是很有用的 那郭立雄 2014年他本来要代表民党 出来选台北市长 结果党内出点输给姚文治 各位就知道他的实力了嘛 那姚文治党内出点又输给柯文哲 所以一个不如一个 不要把这些人讲得多厉害 但是他毕竟有他的本事 至少蔡英文很喜欢他 美国人对他也很好 那这个就是在赖清德来讲 这是一个安全的牌 那这个牌刚刚陈如立文所讲的 也百合世代的另外一班人 他们在支持赖清德 蔡英文很清楚 他用了其他另外一班的人 其实蔡英文跟赖清德心结在哪里 很简单嘛 就是2018年 嫌疾输了赖清德说我要来选 蔡英文你不要再选连任了 那蔡英文那时候很气啊 赖清德那时候为什么觉得这样 因为他民调赖过蔡英文一半以上 一倍以上啊 那认为说我又有最大派系新潮流 可是他没有想到新潮流多数人背叛他 所以你会发现说 这一次为什么内阁在喊的时候 有些新潮流的人没有被喊到 因为你们就是蔡英文的人嘛 你们那时候背叛我 你们还好意思来我这边求官吗 这个其实最容易解释这个事情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为什么没有文燦啊 是不是没有文燦啊 盼盼盼盼也是新潮流 人家从过去就挺赖清德啊 所以把这东西看出来 你是知道民进党的派系 那一场选举 那一场党内出点其实是不公平的 蔡英文一直偷 他本来一直输 党内出点输 他一直偷 偷到他自己做民调 发现赢了 他就要求来做 那时候他很气啊 很气说你当党主席的 卓龙泰跟罗文佳秘书长 你们到底在搞什么东西 都没有力挺我 所以蔡英文连任以后 这两个人不用 很特殊嘛 人家帮你打了选战 还让你赢了 你既然不用他 蔡英文心胸狭窄 一如赖清德 一模一样 这场党内初选之关键 真的是很多东西 可以在这里面找到答案吗 现在不只传出 这个孤立雄要接国防部长 甚至也传出说 吴钊燮也要从外交部长 高升变成国安会的秘书长 吴钊燮担任外交部长以来 老百姓对他最有印象的事情 就是到现在为止 他在任内已经断交八个国家 这断交的数量 仅次于我们退出联合国的时期 那吴钊燮如果真的 接了国安会的秘书长 等于是他不必走人 而且还可以升官呢 难道是民进党觉得 吴钊燮断交八个国家以来的功劳 还不够大吗 虽然说国安政策有延续性 这一次的政权交接 其实是民进党交给民进党 但是赖清德难道就不能够找一个 真的懂外交国防 不会搞断交的人来接国安会的秘书长吗 还是真的向徐吵鑫说中了 是不是民进党难道真的 没有别人可以用吗 家禽怎么看 我们的外交在民进党上台之后 很明显他已经没有正常国家或一个先进地区该有的外交功能 他基本上外交部对接的窗口就只有美国 就只有AIT 所以说我们的断交部长吴钊燮 即便说断八个国家 但是他要回任 或是你说在升任国安会秘书长 他背后当然有他起来有字 因为他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对美国接收情报 而且执行美国要在台湾 甚至东海南海要执行的任务 这要由国安会总统府发动 下面还要有国防部全面的配合 所以顾力雄调到国防部 吴钊燮从外交部放到了国安会 要巩固的就是在纽约在华盛顿 我们军购的合约不能变 而且整个利益 你才要去想一件事情 我们有多少不能解密的军购采购 在美国军方跟我们民间的公司 千万不要忘记 在陈水扁卸任之前的达政案是一直进行到现在 我们在美国的采购是过了一手 这一手跟顾力雄到底有什么关系 苏贞昌有没有关系 这一点我们一直在追 我们也希望所有人能够去问一下顾力雄 当了国防部长之后 我们现在在讲很明显 他要假装是文人部长 一个军政军令二元化的状况 来操作他们的对美采购 以及他们的预算跟资源的配置 要吴钊燮加顾力雄 美国人才能安心 而这条线呢 不好意思 你以前以为外交国防是总统特权 但现在是切得很开 摆明就是蔡英文由萧美琴来继续延续了这一块 交给美国人手直接抓来控了 直接就是控这一块了 我们讲白了就这么简单 至于说他会不会让我们的国家的军力 或是说国防受影响呢 我跟大家报告 那时候在讲邱国正被斗 被放出来他儿子的那个不光彩的事情的时候 国防部跟军方就已经知道 就说因为海军斗得很凶 而下一任的部长 因为本来是三军要轮掉 下一任本来最应该的就是轮到海军了 那很有可能 那时候就放出风声 很有可能海军要被跳过 这一次看到果然不但被跳过 而且是直接从上面跳下来 找了一个人跳下来在这边 你们都不用抢了 这个以后海军要多少预算 空军多少预算 陆军多少预算 让这种真正对前最有概念的顾立雄 来教你们怎么玩 我讲顾立雄对前最有概念 大家应该不会有争议 党产会 国民党几毛钱藏在哪里 什么账号里面多少钱 从哪一年开始进来的 顾立雄给你算得清清楚楚的 而且卡得让你 用法律手段让你一毛都动不了 这就是顾立雄最厉害的一点 刚刚董哥跟立文也都说到了 这个人过去多少争议的案子 别的律师接了怕臭怕脏的案子 这个人只要驾马队的都可以接 而且他从原来陈水扁的人马 怎么变成蔡英文的人马 然后怎么样 太太还能在马英九任内升到次长 自己在民进党蔡英文执政的当中 这些跟钱有关系的 要掐对手脖子的 要斗争政敌的所有位置 交给顾立雄哪一个不稳妥 蔡英文都很放心 而且越搞越好 所以我们要跟大家说 不要以为顾立雄接国防部长 在讲什么专家跌破眼镜 没有啦 这眼镜戴得好好的 而且人家那搞不好是VR的眼镜 虚拟实境的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他做不到 整个最后呈现出来的 大家再去想一个东西 国安会国防部 他们之后还会去分配 包括远景亚太 这种国安相关的基金会 以及甚至未来怎么影响 陆委会海基会 有得看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民众都关注国会改革 但过去曾经代表 民进党选立委的法学专家 林志杰 他竟然说 在一党提出的藐视国会罪 会让官员背询的时候 没有坚默跟说谎的权利 此外一处舆论哗然 不过林志杰现在呢 这个跳出来反批了 他说他的话呢 是被蓝银给一花揭幕了 他是说藐视国会罪啊 会让保持坚默跟说谎的权利 都没有了 但他可没有说官员 直询的时候可以说谎哦 好 但是我们的宪法 其实有明定的 就是说公务人员 跟这个行政这个机关等等 这些人员呢 都有到立法院去背询的义务 说穿了有义务去背询的 其实就只有官员跟公务员 那其他的什么学者啦 专家等等 你如果被传的时候 你可以大不了不要去 你也不需要说谎啊 所以林志杰指的 不是官员可以说谎的话 那可不可以跟大家说清楚 讲明白 他口中还有民进党眼中 认为可以到国会去说谎的人 到底是谁呢 沈风老师 假如他要拿掉法学专家 这四个字 那我可以暂时不批他 因为政客胡说八道 是属于正常的反应的一部分 假如他顶着垮谁专家 那我讲到现在为止 叫做果屁不通 说你果屁不通还尊重你 那叫果幻屁 那为什么呢 请大家不要忘记 这目前跟收谎权 是因为基于 不必自己自证有罪的人权保护 这是属于被告跟检方 法律之间的对立的关系 所以你要说我有罪 那你检方拿出政绩来 证明我有罪 所以我不必要讲话 甚至我有潜力要逃避 我能够把你的政绩给火定掉 我能够去创造 那我就可以被判无罪 那你要有本事来拆穿我的收谎 这就是法律上 他给予的一个基本保障人权的潜力 不必自证有罪 这是属于犯罪者 被告者跟检方 跟法律者之间的一个关系 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因此什么叫有罪 什么叫无罪 有罪只是说 这一个被告没有能力推翻 检方所起诉他的政绩 所以他就变成有罪 什么叫无罪 就是检方所提供的政绩 没有办法来证明对方有罪 所以他可以监默 他可以收谎 来保护他自己 因为他不需要自证有罪 那现在别忘了 现在这个关系是在哪里 是在立法院 立法院是人民的代表 跟官员的关系 我们不是查讲究吗 人民有知的潜力 所以民立代表 是代表人民去探讨 我有知的潜力 的那个知的那个部分 那既然我有知的潜力 代表人民 那你怎么可以监默呢 你怎么可以收谎呢 你怎么可以避重就卿呢 甚至实问西达都不对的 实问西达都已经违背了你 为官的伦理 那避重就卿也是违反了相当大的伦理了 还可以收谎 所以你果屁不通 真的还尊重你 因为那是果在换屁而已 好 所以林志杰曾经说 他其实没有说官员可以在背询的时候说谎 而是因为过去曾经有不孝的立委 去收贿来瞧事情 如果奠定了藐视国会罪的话 那可能会有不孝的立委 就借此来恐吓勒索一些私人跟企业了 好 先不说如果有立委真的去恐吓勒索百姓 那检调应该要来抓人查办 那么按照林志杰的逻辑 等于是说把整个立法院立委们 通通当成是贼在防范吗 那如果整个立法院都跟贼一样 过去林志杰为什么要出来选立委呢 而林志杰觉得说这个法院的被告呢 他是可以行使揭末权的 所以官员应该也要有揭末权 可是官员领的是公帕 经手的是百亿千亿的名指名高 凭什么老百姓要监督他们的时候 官员可以行使揭末权呢 所以徐晓芯就说 如果官员通通都行使揭末权好了 那请问我们立委要去咨询什么啊 佳晴 确实就像袁一刚刚讲的这些事情 你手里头过的 我们不要讲太久 讲大家都还记忆犹新的 陈时中封存三十年的采购合约了 这算不算节目 还是算说谎 还是算乱搞 还是算你们中间臭不可闻 怕人家知道 老百姓都可以自由新政啊 你也可以不讲 你也可以骗你 可以封存三十年 但我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你今天 今天我都想不到 像林志杰这种 他家里头 我没有记错的话 他父亲也是 调查局的高干退休的 那林志杰自己说 是什么法律专家 刚才胜丰老师已经真的 简单的就把他点拨指教完毕了 不要拿那种外行 送棍 跟你们民进党自欺欺人的 来骗我们这些 活老百姓啦 真的 老百姓要的其实就是一个单纯的国会听政调查权啦 也就是说你们过去来照林志杰的逻辑来说 勒索 然后怎么去跟私人企业怎么样去挂钩 怎么去合作 整个产业链 我们以前懂得不太多 但蔡英文长这八年 我们都长知识啦 光电是可以这样子玩的 是你其他的风电 也可以搞到从中央到地方 什么乡镇长 县市长 议长 全部都有要抓去关的 你过去这八年 我们还没有看过 还没有看够吗 就是说你们怎么用预算 用机密 用这个封存的种种手段来骗人的 我们还看得不够吗 还需要你林志杰来这边 再告诉我们说 你们有多少理由不诚实吗 兼默 说谎 拜托 我们如果都可以让你们官员为所欲为 好官我自为之 大爷我懒得跟你多废话 这也算是兼默权吗 就我懒得理你啦 你们老百姓要干什么 我们是来统治你们的 你们还以为真的被我们骗得 一人一票是头家吗 不要笨啦 民进党用所有的行动 再告诉我们 选民真的很好骗 我们现在行政权就拿到了 赖清德40%当总统 立法院不过半又怎样 我照样告诉你 我不怕 而且你们要的这个什么 听证调查权 这些东西 民进党一定骗到底 混到底 而且绝对很难通过 什么东西又跟你说要协商 什么东西搞不好 在野党被他掐住一点点 他就又给你玩到天翻地覆 所以真的 你面对到赖清德 跟整个现在已经进化 不诚实跟说谎 还要来给你洗涤人心的 这个民进党的政府接班梯队 大家真的要理解 他们不会认为说 老百姓有值得权利 他们也不会认为说 新闻媒体来监督 我们要这个诚实以对 他们甚至连立法委员所资 跟你要资料 他都可以不给 还可以在那边 透过他们的整个数位的管控 我就觉得很妙 他们的速发部 跟他们其他的数位管控 是我们全国的健保资料 可以全部流出的 是我们一年花200多亿 养这些肥猫 让他们去点面线的 但是我们想要的 包括你说远距投票 手机明明可以缴税 没有道理不能投票 这种事情他就给你搞不定 可是当谁有可能触碰到这个资料 而这个资料有可能被在野党立委 或是议员或是新闻媒体拿走的时候 这个就严格管控 绝对给你在电脑里面就封存 然后他们就去玩 他们真正自己私底下under table 不想让你知道也臭不可闻 也不能让你问的这些坏的勾当 就继续延续下去 大家要知道赖清德当年连在 当台南市长在议会里面背询 讲过多少谎话不认账 他自己在当院长 就是把台南丢掉去当行政院长 那时候他在立法院讲过多少 骗大家说预算一定怎么花 后来根本不是那样花的 然后要公开透明有吗 什么东西 什么时候赖清德心里头 有诚实跟公开透明这码事了 他现在又是民进党的主席 接下来再过一个月 一个多月 他就是总统兼党主席 这么一个靠着诈述的人上台 我跟大家预告 你喜欢也好 不喜欢也罢 未来的赖清德 跟全台湾民进党的执政品质 就会是台南经验的扩大版 你没有听错 台南的88枪 台南的小云有空吗 未来将是整个行政院新潮流 赖清德挂帅之下 品质的执政保证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树民大头家 403花莲大地震 那么事上其实发生了好多天了 但过程当中是有不少的搜救组织 投入救灾 那么包括我们也可以看到 其实台中在4月3号的时候 卢秀研事长就说 台中的消防救灾员 早就已经整装待发 希望能够投入灾区来帮忙救灾 但没有想到 后来现在这个民进党 跳出来抨袭台中了 四天过去台中搜救队 还在原地待命当中 根本没有踏出台中是半步 都是因为卢秀燕出访了新加坡 所以导致整个市府的指挥系统 出了状况吗 这一箭射去了 把我们的台中消防救灾人员 直接就说他们通通都留在台中 没有去帮忙救灾了 好了 那结果台中消防局 当然要赶紧回应说 我们的特搜队 完成待命之后 我们马上就询问了消防署 结果署内就回应说 支援人力就已经足够了 说灾区容纳不了 这么多太多的搜救人员 消防署也说 我们的重点是放在空中吊挂脱困 因此目前没有规划地面的支援 那你民进党是怎样 跟你们的中央政府很不熟是不是 所以根本不了解人家说 不需要这么多的人力吗 问题是网友就发现说 其实不是没有人去帮忙救援 高屏的搜救队早就已经前进灾区 完成支援了 包括了我们屏东的特搜队 已经结束了花莲的救灾 县长马上跳出来说 我以你们为荣 还有这个搜救犬 有没有好可爱 高雄的特搜队也结束了 对花莲的支援 结果你看到影片一出 高雄的市议员林志宏忍不住说 看完了影片的第一时间 我都想要哭了 真的是太感人了 网友就说 难道内政部是只调度特定县市的救难队吗 难道是为了留一首写故事 来攻击特定的对象吗 也有网友说 早就在编剧本了啦 桃园救难队也是第一时间就完成了准备 后续也是没消没洗 镜头就只有特定的县市救难队会曝光了 难道救难还分颜色薄板面吗 真的是超可恶啊 大家都知道救难应该要不分蓝绿 但如果说中央都说人力很充足 要台中特搜队原地待命了 怎么事后民进党还硬要跳出来倒打一耙呢 甚至是还直接拿来攻击卢秀燕 还说市府的螺丝都松掉了 所以到底是党部跟中央政府 互相之间没有联络很不熟吗 还是剧本就是这样子写的呢 难道不怕第一线的救灾人员 感觉非常的寒心吗 立文怎么看 民进党真的是搞政治搞到已经丧心病狂 丧失人性 在这一次的花莲大地震爆发以来 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 民进党满脑子响的都是政治的操作 包括譬如说第一时间 全世界各地都非常的有爱心 想要到台湾来帮忙救灾 当然包含了离台湾最近的中国大陆 也一直不断地表示他们愿意来协助救灾的诚意 但是呢 民进党就是要挑人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人命不是第一的 灾区的灾情 灾区的灾民 还有当时失联 甚至于还埋在土石堆中 分分秒秒都是黄金时刻 在这个时刻 民进党的脑子里面想的还是政治的操作 所以呢 当然大陆连想都不用想 怎么可以让他来啊 这还得了吗 现在选择 那国内呢 国内当然也要选择啊 请问是桃园到花莲比较近 还是高雄到花莲比较近 请问是台中到花莲比较近 还是高雄到花莲比较近 那为什么桃园的救难队 台中的救难队摆在那边当作没看见 当空气 高雄的人来了 多么厉害又多么厉害 很简单嘛 因为高雄是民进党执政 在救灾的过程当中 可以大内宣啊 可以造神啊 然后可以这时候再倒打一耙说 你看这些冷血的蓝营县市长 像卢秀艳中还想要出国呢 台中都没有来帮忙 那事实上是根本准备好要帮忙啊 是被中央给无情冷血的拒绝了 那不只是这样啊 还要打现在在花莲执政的县长跟立法委员 然后就说捐钱千万不要捐给花莲地方政府 尤其不要捐给傅昆奇 不然你们这个钱就浪费掉了 要捐要捐给中央啦 有没有看到民进党可以这么的天才 可以这么的恶劣 可以这么的没有人性 那如果你要问说卢秀艳这一个礼拜在哪里的话 你为什么不去问这一个礼拜 蔡英文在哪里呢 那蔡英文呢 蔡英文在干嘛呢 下台了吗 没有领薪水了吗 没有随乎了吗 不能指挥三军了吗 原来现在总统还是姓蔡啊 蔡英文可以躲在家里抱他的小猫 抱他的小狗 然后呢 来营的县市要救灾被拒绝之后 还要骂说你看你们这些人都不来救灾 民进党怎么能够丧心病狂 没有人性到这种地步 然后在这种时刻还分分秒秒 想的都是政治操作认知作战 分分秒秒想的都是打击政治异己 台湾人就是全世界最有爱心的国家嘛 不要说我们自己台湾发生灾情了 全世界哪里有难 我们都第一时间大把大把 非常慷慨的爱心各方面的捐助 那更何况是发生在台湾自己的土地呢 可是偏偏有人要这样来分别差别心 然后偏偏有人要这个时候来重伤诋毁 要在这个时候分化我们内部 我觉得共产党哪里有这么可恶啊 我觉得民进党才可恶吧 制造岛内的对立 仇恨 不信任 谁还能够赢得过民进党呢 不就是民进党一天到晚在分化台湾 丑化台湾 制造无端的仇恨吗 我觉得真的最没有良心的 就是很多人都还在抢救 分分秒秒跟着生命在战斗 在流失的过程里头 民进党的中央 所有的政治人物 测译你们脑子里面想的是什么 你们还是人吗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慢慢的赞 强政过后 现在传出蔡总统 明天要到花莲灾区去视察 最近行政院也发起了 这个赈灾的捐款活动 结果马上有测意的网军出来带风向说 千万不要把钱捐给花莲县政府 其实台湾的民众真的非常有爱心 不管是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故 民众都会出钱出力 先不说天然灾害 政府会开捐款专户 就连什么高雄气暴 太鲁阁翻腹等等 政府都会开捐款专户 这次的花莲强政 蔡总统也马上在脸书上面却目 可是政府不是一般的社福机关 总统也不是普通的社会贤达人士 政府手上有满手的预算跟资源 不是应该自己赶紧出手 来解决灾民的困境吗 怎么是优先向老百姓来劝募呢 因为百姓已经有缴税给政府来管理 结果出了天灾人 或政府又来找老百姓掏钱吗 那我先前交的钱 到底用到哪里去了呢 难道是去帮数发部租房子了吗 董哥 我们可以知道花莲 在韩国一当院长以后 他提了两个案子 一个要花莲的高铁 一个要从中恒那边的国道六 然后进入了花莲 让花莲对外的交通跟亂变 被民进党骂 浪费钱 这个要花国库多少钱 那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了救灾呢 救灾民进党政府的态度又是怎么样 很多人不知道 高雄跟屏东是怎么进入花莲 他们是做经济进去的 他们当天就进去了 马上开始做宣传 他们是屏北的经济厂 做腰山洞进去的 那别人呢 当年 当天 当天铁公路都断了 你北部这些人有办法进去吗 你台中有办法进去吗 当然也进不去 我告诉你 你就是有 国金的资源 让你们进去做秀 所以他们赶快 哇 做秀 看了都感动 都要掉眼泪 每天都在表演 把一个灾难当作表演 民进党追费了 那现在呢 蔡英文说我明天去 赶快来募款 要怎么样 钱给民进党募款好吗 大家想想 你刚提到的气暴案 我们募多少 46亿 结果监察院去调查 纠正高雄市政府 是啊 那时候民进党怎么赖 陈其脉在当立委 他把张家柱经济部长找来骂 他认为是中油 中油的管线爆了 把他骂 你冷血你怎么样 后来经济部长实在不堪羞辱 回去就辞职 张家柱因此不干 因为被一个 一个让人瞧不起 恶心的立委在那边数肉 那结果的法院出来 查出来是怎么样 中油是受害者 李长龙要赔中油四千多亿 然后高雄市政府是罪魁二手 他要负四成的责任 李长龙三成 那家 运输的那家叫华印 负三成 所以高雄市政府是罪魁二手 你还去骗老百姓说 我们帮你打官司 但是你们要签确决书 你们不能告我们高雄市政府 很多老百姓都签了 后来发现真相以后 要告已经不成了 各位你可以看 这些人都冷血 我再告诉你 七八万的结果是怎么样 高雄市政府秘书长赵建桥 因此被判刑 三年六个月 他已经去坐牢了 这就是法院的结果 这个政府都在骗 你要讲七八万 真的 这此恨难消 因为四十六亿 你募那么多钱 结果这些钱 去帮 哪去让政府去打官司 真是没有道理嘛 我再讲一件事情 民党靠这个作秀太厉害了 2018年 花蓮也发生过大地震 第一个时间 傅昆琦当县长 马上接到中国大陆 大家来说 我们来帮忙 那可是因为你进来要入境 2018蔡英文已经在当总统了 结果不准 所以我们够了 不需要 然后民进党政府 赶快打电话给日本 说你们赶快派人来 要营造日本对台湾很有感情 像这次马上 日本新闻多大 对不对 日本要捐了一百亿美金 一百万美金 那笑死人了 我们将给日本多少你知道吗 我们将给日本六十八亿多啊 各位三一一我们今天那么多 所以都在表演 让我们可以看到了 就是这一些零零种种就可以看到 民进党最喜欢用人民的灾难 然后来表演他的故事 表现他的各种方式 我们今天看到旧灾 你看到什么样的新闻 我告诉你 你看到人家慈祭 怎么去做那些帐篷 有替关心到人道 你看到了土耳其人